好 持续来带您关心 金华城案其实从检方的动作 就可以明显的观察出来 现在整个金华城案侦办 已经进入到了深水区 好 怎么说呢 我们先带您来关心 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检方是第三度借题了柯文哲 好 找来柯文哲 无关就是这两件事 第一 是不是他有所谓的所惠铁证 是不是除了涉嫌图例之外 是不是还有行贿的可能 好 就是检方第一个要找他来问话的 第二 就是在整个金华城案中 到底是谁施压了呢 好 怎么会这么说 因为其实检方在昨天动作频频 还找来了两位反对派的人员 他们是谁 分别是时任的都委黄台生 他过去曾经在专家会议上面讲了 他说整个金华城案 并不符合都根条例 好 讲完之后 他人确是从都委会上的名单 后续反而被换掉了吗 好 另外一个人 则是时任的专案小组成员冯正明 好 他同样也是持反对派的意见 在整个金华城案当中 所以他过去也曾经讲了 整个金华城案是并没有所谓的 法源依据的 两个人明显都是反对派的声音 但是反对派的声音 怎么会在金华城案之中消失呢 好 在昨天检方还有另外一个动作是谁 他就是应小微的秘书陈嘉敏 好 根据周刊报道 陈嘉敏他其实疑似是由收受 帮应小微提领这200万疑似行贿的账款 所以从整个昨天检方的动作 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出来 检方除了侦办说整个金流的状况之外 另外就是整个金华城案 到底是谁让他闯关过关的 那今天检方会不会有什么最新的动作 东森新闻也会持续的为您掌握 简连追查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金流 盯上选举期间的政治现金 因为里头会发现真的是满满现金 个人捐款项目多达14万6千多笔 其中13万多笔是现金捐赠 比例高达93% 特别的是有310人手捧捐款上线 9万9999元或是10万现金现场支持 更诡异的是 匿名捐赠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 三个月内暴增超过9万笔 金额直逼2亿元相当惊人 尤其我们都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 可能都是年轻世代 可是居然有高达2亿是现金捐款 数量之高 比数之多 这个都跟一般选举经验上 是完全违逆的 民进党立委大宣一看就知道怪怪的 但就是发生了 柯文哲当时的帐房李文宗和端木正 也接连被以政治现金案传唤 厘清是否有从中作帐 因为根据静周刊报导 简连进一步发现 威京集团主席沈沁金 在4年前中石化子公司顶月开发 标下金华城土地时 因融几率增加 曾催促顶月付款5亿元给金华城公司 这笔居额款项不知去向 简连将出手追查匿名藏进人 质疑政治现金与金华城案 消失的金流很有关联 现在是静周刊在编故事 还是检调在泄密 因为这么荒谬的问题 连事实的基础都没有建立起来 根本无从加以回答 民众党的回应 依旧统统推给相关单位泄密 只是科主席入故事般超乎厂里的 政治现金账目 难免其人一斗 遭到检验金上 或许并非意料之外 东森新闻小区 张宇春台报导 时任督发局长黄锦茂 几天前被连政署约谈 证人转被告之后 预支500万元交保 根据周刊报导 在移送北检复讯时 黄锦茂全盘拖出 说2020年3月19号 受到金华城陈清涵 还下令3月30号前要签办完成 意思是限期之一天 真不晓得柯文哲在急什么呢 柯文哲就是高度介入 而且连事府相关的高层 也都知道说金华城 这案确实有违法的疑虑 其实黄锦茂不止在北检时这么说 早在今年5月24号的 议会专案小组会议当中 他就曾经说过 而且还是民众党议员陈又诚的提问 陈又诚问说 金华城陈清涵 可施长交办的内容 是程序上面的交办 还是有实质内容的交办呢 黄锦茂回答说都有 处理方式一个是查明拙处 另一个是韩妇 而且有限在109年3月30号 以前要签办完成 同样的说法搬到检察官面前 黄锦茂紧咬柯文哲交办 还说自己拖延了一阵子 隔一个月才上签公文 意思是他也觉得怪怪的了 黄锦茂紧迫丁人的交办这个事情 那现在黄锦茂有可能 转为污点证人 来去针对柯文哲的部分 提出更多不利于他的证实 黄锦茂又继续说 说议员印小微不断陈情 请市长批示是否送都委会研议 甚至还说他以为都委会 应该会顺势封杀此案 但没想到柯文哲只是要送都委会讨论 还指派彭震生担任PM 为了自保黄锦茂甚至保留当时的公文 全部交给了检联 柯文哲在金华城的容积案件上面来说 是介入非常非常的深 财团金华城一声令下 柯文哲就直接下令 快速通关一路开绿灯 现在时任都发局长黄锦茂的说辞 成了左右案情的关键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道 民国111年11月6号 立协议书人市长柯文哲 乙方就是为金集团子公司顶月开发 而且时任董事长就是过去的 兵役局长朱雅虎 双方张都盖下去了 这是签什么呢 回到封面图原来是金华城协议书 可是怪了时间是在11月6号 也就是在柯文哲USB档案出现1500审庆金的后五天 再来核发建筑执照的时间点是在三个礼拜前 也就是111年10月18号 所以难道柯市府是先给建造裁签协议书吗 会不会就是先射箭再画榜 柯文哲柯市府在协助金华城的诚意 真的是十足到让人惊讶 这个所有的程序应该走的程序 居然可以让金华城先射箭再画把 先上车再补票 无视法规和程序 更凸显柯文哲与审庆金的不寻常 但台北市都发局说 双方用印之后 市府是在111年10月6号 韩告生效 协议书的封面时间11月6号是误职 没有先给建造再签协议的事 但问题是不止封面杖 连最后一页签约的时间都是11月6号 一切都太巧合了吧 这种事情也可以误职吗 如果我们建造给了 金华城不愿意回馈给台北市民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陪的夫人又折兵呢 而且若真的先给建造裁签协议书 如果顶月初尔反尔呢 那简叔培就说 市府恐怕会损失高达百亿元 还白白送出20%荣基奖励 因为协议书就是载名 顶月获得荣奖 所需要的权利义务 几项保证金加起来将近90亿元 这样的亏损谁能负担 这些回馈都要在建造拿到之前 就应该要先签力 程序出了乱子 柯文哲到底在急什么 恐怕是个关键 东森新闻正中心综合报导 柯市长黄副市长真的坏透了 黄珊珊她2018选试院的时候 省金金中华工程就给她20万 副市长以后2019就开始 极度的变化 黄珊珊就集计的协助 省金金 好好跟科幣认识以外 容积就一直放宽 国民党北市议员钟小平 再度爆料 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早在2018年选议员时期 就和微经集团相关企业 中华工程有关系 黄珊珊是最后最重要的拼图 拜托检方一定要赶快传她 为什么你知道隔空篡正 黄珊珊跟省金金隔空篡正 尤其黄珊珊先前才发文 把内政部国土署规范 拿来和地方自制条例相比 被认为是试图替科文哲 和金华城解套 但看在钟小平眼里 这一切别有用心 黄珊珊发表一个 那个都市计划法的25条 那块不适用 可是它重点不是适不适用 而是说我黄珊珊还在挺你 黄珊珊最怕就省气 你把什么都招了 钟小平也质疑 黄珊珊明明身为当时的副市长 参与过这么多起金华城的便当会 为什么至今都还没遭到传唤 主导的便当会 它的发言是什么 黄珊珊如果有帮助 省气金的发言 就是帮助20%的发言 任何的三场便当会 黄珊珊也可以收押 比我们的政治现金 都是可以插群的 所以也不用在那边含沙摄影 在台北市政府 我是府会总联络人 所以所有的议员便当会 我都会参加 是不是有涉案 我想检掉应该比钟小平清楚很多 身为当时副市长 能否从风暴中全身而退 就怕原本想替 柯文哲解套的黄珊珊 最后自己也牵连其中 东森新闻综合报道 这栋位于济南路 靠近立法院的商办 柯文哲五月份才在这里 豪砸4300万元 买下三楼 不过柯文哲先前受访 宣称是屋主要移民美国 才会紧急脱手卖掉 跟太太陈佩琪的说法都不拢 我的形式风格的错误的地方 所以只看到说 我们台湾民众 现在需要一个 在立法院旁边 下一个办公室就去买了 只是一个找仲介 然后签约的时候 才看到一对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四十几年 因为老的也想要分家卖掉 不只是屋主卖屋理由大不同 金周刊就爆料 陈佩琪在受访当天出示的证明 是汇款进信托专户的金流 也没有说明这些钱的来源 简连就怀疑其中有问题 因为公布的细项中 三笔买房金流 第一笔四十万仲介费 而第二笔是一百五十二万的汇款记录 第三笔则是四百二十万买房签约款 但第二笔并没有出现在购买商办的 履约保证装户中 到底是给谁用途又是什么 坦白讲用我个人的名字买的话 监督的力道更大 这是我个人私利不足的这种外习惯 你知道 他就说他可以当做办公室 他说有一个众望基金会 还是什么城乡协会 怎么样 新乎商协会 他就说他希望这两个 能够搬去跟他一起办公室 那时候真的是也是私利不足 再加上柯文哲成说 商办是用他的名字买的 但是跟陈佩琪出事的名戏又对不上 如今检联还在追查金流方向 柯文哲夫妻两人说法 反反复复交代不清楚 也让外界逮到更多争议点 都是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好 今天检方侦办柯文哲案 就有两个进度 第一个是三度提训柯文哲 第二个是约谈证人 当时的都委会的成员 叫做黄台胜 他是一个委员 我们先从柯文哲的层面来看 为什么今天要三度提训他呢 今天柯文哲一样 黄色球衣蓝白拖进到了北检 现在大家怀疑把矛头指向了 上礼拜的金华城董座陈玉坤 我给大家看一下上礼拜的画面 就是陈玉坤当时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他手上拿着一大碟的文件 是不是这个文件里面有什么样的猫腻呢 是金华城的账本吗 金华城的金流吗 还是说这些资料跟这些容积率是有关系的 恐怕检方就是因为陈玉坤 那时候长达4.5个小时他要去分析这里面的文件到底是什么 所以时间才会拉这么长 而拉这么长情况之下 今天果然三度提训的柯文哲 是不是跟陈玉坤手上拿着的这个神秘文件是有关系 我们可以来做观察 好 第二个我刚刚提到的 今天早上第二个动作是约谈了当时的时任都委黄台生 黄台生当时在金华城岸已经是证人的方式被约谈过了 但现在为什么会再约谈他呢 会不会跟外界所说的 当时这些都省委员是球员兼裁判 你们研议了一个20%的奖励方案 自己又去审了这个奖励方案让他去过关 会不会跟这个周刊喜的一样 都是检方他们心中或是检方不排除会被列为所谓潜在被告的一些人呢 而今天除了黄台生 这一周或许还会约其他的都省委员 这个我们也可以来观察 好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金流 今天你一整天看到包括周刊写的 都说跟政治献金是有关系的 真心里面有些相关的金流 但是呢 要给大家看到的是另一个层面啊 另一个层面是检方除了去办审慶金的这个收贿案件 他还多办了这个当时金华城买卖案件 会不会这个所谓的审慶金会涉及所谓的证券交易法跟特别背信罪呢 为什么检方要特别去办这个案子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行贿的罪嫌不会很重 但如果你去办了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 有这个特别背信罪跟证券交易法 或许这会最重一点 而最重一点是不是要审慶金跟他讲 如果你不再吐石 我就一路把你的抄底 把你的底全部都抄了起来 把你的金流全部都扣了起来 能够让神经机能够吐出石化吗 这个未来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 好 以上最新 那个柯文哲柯市府 在协助金华城的诚意 真的是十足到让人惊讶 这个所有的程序应该走的程序 居然可以让金华城 先设件再化法 先上车再补票 我实在不了解 为什么台北市的所有的市府 对于金华城要这么服务到位 尤其是在柯文哲市长任内的时候 因为金华城获得了20%的融机奖励 所以依照相关的规定 他就必须要有回馈 而这些回馈都要在建造拿到之前 就应该要先签例 他才能够使用 他才能够拿到建造 结果我们现在才发现说 台北市政府跟金华城签例的这个合约呢 居然是在2022年的11月6号 但他的建筑执照居然在10月18号就拿到 为什么可以先上车后股票 然后先设件再化法 为什么柯文哲就是独厚 独立金华城 为什么对于柯文哲来讲 金华城就是这么的特别 实在是让人非常的压抑 那现在呢台北市政府呢 现在的同仁呢 去找过之前的资料 居然说那是所谓的物质 但是我们要讲说 这种事情也可以物质吗 好没有错 昨天收整一天之后 检方今天果然出手了 在早上检方的动作 我们分成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柯文哲是三度被提训来到了北检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新的画面 这个是大概是九点多的时候柯文哲被提训到了北检的最新的画面 他一样是黄色的球衣蓝白拖 但是这一次呢 他也没有跟法警有说有笑了 反而是比较面色凝重的方式进到了北检 而他的律师证声员也大概在九点多的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可以想当然了 待会的开庭的程序 开庭的准备就要来准备开始了 好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 这也是大概大概九点四十五 今天五十分的时候又有证人被约谈了吗 这个是前都审委员叫做黄台生 他在第一次检方在厘清金华城相关案子的时候 黄台生就是以证人的身份来 今天怎么又突然现身在这 好我们要把一些讯息勾集在一起 还记得我昨天在联系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过 有周刊报导说现在这些都审委员 明知道当时的这个状况会不会有点求援兼裁判 你们为了金华城去演你的一个方案 自己又去审了这个方案 被指指是求援兼裁判 而且还会说是不是有潜在被告的可能性 果然今天你可以看到包括了都审委员黄台生有先被约谈 待会会不会甚至这一周还会有其他的都审委员 来陆陆续续道案呢 会不会从原本的证人身份转到被告身份呢 好这个我们可以持续来观察 好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检方在侦办柯文哲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叫做金流一个叫做土利 我们先从金流来谈 金流大家讲的沸沸扬扬的关键USB 今天周刊报导这个关键USB 要被检方解密了吗 而解密的背后是汇款的金流越来越明确了吗 其实检方在查金流就从四个方向 第一个柯文哲的木可公司 有没有他相关金流 基金会私人账户 好以及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 今天周刊报的是政治现金的这个部分 政治现金里面 他们要查是审刑金的4.3亿的公关费 有没有留到这些地方来呢 第一个他们有查到柯文哲选前三个月的政治现金 尤其是个人捐款部分 14万笔 好其中13万笔是现金捐赠 而最怪异的是什么 是匿名现金捐赠 这有9万多笔累积到达了1.9亿元 那现在检方在查 你为什么匿名现金捐款 可以到9万多笔 金额一亿多耶 这个金额倒是从何而来 会不会是一些企业或是一些金主 他们不透过政治现金直接用我自己公司的名义捐出去 而是透过一些人头的方式 去洗到你的政治现金的账户里面去吗 所以这是检方目前就要来查的 尤其这是一个巧门 我们都知道收贿要有所谓的契约 但是政治现金它没有所谓的契约啊 他们一种一种金主 或者是企业家跟政治人物一种默契的展现 所以现在检方要查的是这一块 尽管没有契约 但你们有没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感觉 能够洗到这里来 好 第二个查金流的关键在哪 就是施压审慶金 今天周刊也有报道 现在检方除了查金华城案 也要去查金华城在买卖的过程当中 到底有没有涉及所谓的证券交易法 跟特别背信罪 因为这次买下金华城的是顶月公司 而顶月的大老板 竟然就是金华城的大股东 忠实话 被人家说 左手换右手 你套利了好几百亿试在上面 而这个方式是什么 就跟你沈金卿讲说 你赶快把你的账本吐出来 金流赶快讲出来 因为如果你不讲的话 我就继续查你其他案子 我们都知道 收贿的通常罪行不会很重 但是如果是我刚刚提到 证券交易法跟特别背信罪 你对你的股东要怎么去做交代 你坑了你股东多少钱呢 他如果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 其实坦白讲对于沈金金来说 他的刑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他有一种拿A案去压B案的感觉 就看沈金金能不能在这几天全部都交代出来 尤其是他下面的子公司的影响也会非常大 这就是这一周检方针对于金流要查的相关重点 好 如果北检这个地方有最新的情况 我们也会随时带你掌握 以上最新 大家也很清楚 这个他上任市长以后 副市长以后2019就开始极度的变化 黄珊珊就忌忌的协助沈金金 然后跟柯B认识以外 容积就一直放宽嘛 然后大家也知道在两个礼拜前 我告了黄珊珊 黄珊珊是最后最重要的拼图 整个事情 而且我请这个拜托检方一定要赶快传他 为什么你知道 隔空篡政了 黄珊珊跟沈金金隔空篡政 黄曙光 黄珊珊跟沈金金 朱雅虎他们都是黄复兴的军系 他们认识了几十年了 关系是非常的深厚 然后黄珊珊发表一个 那个都市计划法的25条 那不适用 可是他重点不是适不适用 而是说我黄珊珊还在挺你 因为现在沈金金 他现在上吐下泄 快撑不住了 黄珊珊说 我还在挺你 所以请你撑住 黄珊珊最怕就沈金金把什么都招了 招是不是怕招出来 你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他给你多少钱 柯文哲怕 黄珊珊更怕 金华城弊案持续扩大 简连透过多管旗下扩大追查 案中有帮助的放水官员跟柯文哲家的金流之外 根据静周刊的报导 这关键的随身碟解密已经有所斩获了 另外这金华城四年前公开标社卖给 威京集团旗下的鼎月开发公司还有新复发 结果议价近百亿元 那么鼎月原本打算一约 建好之后会分润五亿元价金给金华城公司 但是沈庆金很奇怪 当时却急着要钱 巨款流向哪里呢 沈庆金恐怕成为全案的关键破口 好了直播给观众持续带您来关心金华城案 在今天有什么新的进度吗 在讲新的进度之前我们先为您回顾一下 在先前呢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他是二度遭到了检方约谈 而他第二次约谈的时候 手上是拿着一个神秘的牛皮纸带 这个神秘的牛皮纸带里面 是不是装着这个神秘的金流名单呢 因为呢在之前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他是有坦诚说他有行贿给应小威4740万元 但是他是不是其他的金流 是透过这个陈玉坤来帮他打点的呢 因为呢陈玉坤在第一次被约谈的时候 他是重金1200万交保 也就是等于说他一定是有坦诚部分的事项 也因此呢在第二次约谈的时候 是不是检方就有叫他 要带着这些金流名单来应讯呢 而是不是如果真的这个牛皮纸带里面 是神秘的金流名单 有可能这些名单上的人 给了多少钱又给了谁 就是检方下一波的约谈对象 而现在呢最新今天周刊也报道说 这个沈庆金呢就是整起金华城案的关键破口 原因就是因为呢 四年前金华城是公开招标给威京集团旗下的顶月开发公司 所以呢依照这个合约由于容积率暴增了百分之八百四十 所以呢依照合约这个顶月开发公司应该在建完这个金华城案之后呢 要付给这个金华城要给他五亿元的价金 但是呢当时还没建完 沈庆金就催促说顶月开发要赶紧付钱给金华城 但是这个五亿元里面 1.5亿元他是有要来犒赏相关人 3.5亿元金流沉迷 也因此现在呢 简连不只要追柯文哲家的金流 也要追说这3.5亿元到底进了谁的口袋 以上最新主播 好了主播各位观众 现在中秋节之后简连要持续追查这个金华城案 要查出到底行贿了多少钱多少数目以及给了谁 那么要调查说柯文哲到底有没有收贿呢 就是要查他的大账房他的太太陈佩奇 而其实之前陈佩奇为了自清 他也提出了这个交易的明细表 其中呢40万是仲介费之外 420万是房屋的签约款 但是中间这个152万是刻意的马赛克 也不禁让人怀疑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所以呢现在在中秋节后简连不排除二度来约谈陈佩奇 但是呢他的丈夫柯文哲是不是有可能也会被三度提训 要来比对夫妻俩的公词呢 就在今天上午传出说将会三度的提训柯文哲来说明 而现在呢周刊也爆料说柯文哲在选前三个月的时候 他还收到了大量的现金捐款 而且都是匿名的 不过呢觉得很奇怪的是因为柯文哲他的支持者都是年轻人居多 如果是年轻人的话 如果要捐这个政治现金 应该是用转账或者是汇款的方式比较方便 但是为什么柯文哲收到的都是现金捐款 而且还是匿名的 而且这个数目还不小 总共将近两亿多元 因此呢现在这个政治现金他的来源 以及流向也是减掉要追查下一步的方向 另外呢周刊也爆料说 现在金华城案疑似最大的破口 就是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因为呢在四年前 这个金华城是公开招标 给威京集团旗下的子公司顶月开发公司 所以呢依照合约在盖好之后 顶月开发公司 应该要给五亿元的价金要给金华城 但是还没盖好 沈庆金就急着说 要叫顶月开发公司 把五亿元给金华城 所以呢是不是也代表说 这个五亿元的流向到底去了哪里 也是简连下一步的追查重点 以上最新主播 17日是中秋节 但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受台北市长任内金华城荣基图立案 遭台北地院裁定积押禁建 人在北所里面无法和家人团圆 不过有许多支持者 依旧坚守在北所外头 宁静声援 响应小草的宁静革命 不过晚间有神秘嘉宾抵达 就是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琦 大约是在晚间9点钟左右 陈佩琦是在立委黄珊珊的陪同下 悄悄抵达北所 陈佩琦还和在场的支持者拥抱 而黄珊珊则是低调正在一旁 不过先前民众党立委黄国昌 在网路节目上曾感慨 本来中秋节规划要办烤肉活动 如今已经没了心情 整到一旁的民众党团主任陈志涵 竟然脱口还是我们去北所外面烤肉 月圆人团圆 本来中秋节是一家人团圆的日子 但柯文哲无缘返家过中秋 不过陈佩琦现身北所外头 隔着场和柯文哲团圆 不知道此刻陈佩琦是否觉得 见不到柯文哲而担心更近了 东森新闻综合报导 好主播 马上带你来掌握金华城弊案的第一手消息 事实上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约谈了 他哪时候被约谈呢 时间要到回两个礼拜前 就是在8月29号 当时简连约谈 审慶金还有应小为的时候呢 陈玉坤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人 他讯后是被一千两百万元重金交保 以这么高的数字来看呢 确实他输出了关于柯师傅 跟金华城之间的实情 那么检察官是认为 他没有逃亡串阵之余呢 所以才让他重金交保 但是为什么两个礼拜后 检方要第二次来约谈他呢 现在检方要厘清的就是 威京集团当时编列了一笔4.3亿元的公关费 这个公关费难道是为了疏通 金华城还有柯师傅之间的关系吗 另外呢 陈玉坤他在整个论功 欣赏名单里面他也有分到两百万 这两百万难道是因为他帮助柯师傅跟金华城达成弊案的一个谢礼吗 这部分呢检方都要继续来追查 同时呢现在柯问哲他疑似用选举的补助款买了一笔商办 这个商办的金额呢是4300万 那当然也有人爆料说 事实上这个商办的屋主就是陈玉坤的儿子 但是这个部分呢还没有得到证实 当时柯问哲事实上他有做出解释 柯问哲当时怎么讲呢 他说坦白讲 如果商办是用他个人的名义买的话 监督的力量会更大 所以眼下之意呢 这个商办是登记在柯问哲名下 但是后来大家查出了 商办明明就是在登记在他老婆陈佩奇的名下 那陈佩奇前几天针对媒体的专访呢 他事实上也有针对商办来解释 他说其实这根本不是什么大老板的儿子是屋主 他说他只是在他家附近随便找了一位房仲 那这个房仲呢 屋主到底是谁 他是签约的时候才看到 是一对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是因为联合持有40几年 所以呢想分家卖掉才会买这个商办 好不管如何这是陈佩奇的说法 那陈佩奇呢 今天是中休节嘛 他昨天特地到台北看守所里面 想要跟阿伯来团圆 那昨天台北看守所外面呢 事实上也有小草的支持者 陈佩奇表示呢 这么做可以跟阿伯心离得更近 那么今天中休节柯文哲呢 他在这个部分也有加菜 他今天呢晚餐是十斤火锅 还有两颗蛋黄酥 但是呢中休节之外呢 北检的正常动作还是会继续来侦办 那稍后呢 他被定件是我最近消息 在为您掌握主播 威京集团主席沈庆金在押 他的律师胡元龙再度到北索律舰 高龄77岁的沈庆金 身体健康亮红灯 急着申请聚保停压 重子上却忘了签名 有吗 签名了吗 律师微微点头 要赶在七天内补证 北院才会重新审查 会交由当时积压他的 同一位法官评估 但得先征询检察官看守所 和医院意见 最后做出裁定 基于人道的考量 他要慎重的去调查 最后当然还是尊重法院的决定 等到可以 交保机会当然不能错过 不只有委任律师 沈庆金妻子也用白纸补充理由 说老公身体状况差 希望得到法官同意交保 但说再多也没用 少了签名 还是得在看守所过中秋 中秋节将至台北看守所 为了应景贴心夹菜 在里头的被告和收容人 虽然吃不到烤肉 但有十斤火锅 还有一颗柚子跟两颗蛋黄酥 可以吃得到 最新九月份菜单上 备注中秋节家菜 早餐吃粥香笋鲑鱼 午餐鸡排 入味莲子汤 晚餐还有十斤火锅 精华城岸 柯文哲彭正生 省庆金等人 共五名被告收押 16号北所举办肯青会 但他们背境见 不能见面团圆 只能孤单赏月圆 看省庆金的身体还好吧 算还好 是坐轮椅啊 阿伯呢 阿伯 正常啊 省庆金被借题时坐轮椅 又挂尿袋 狼狈模样曝光 他两度借乎就医 这回找律师打出健康牌 集团总裁被羁押 若是真的身体原因 院检 伤脑筋 押 或不押 都是一大难题 东南区的努力農 李宇强 邀婷 综合报导 北检现在最近消息也要出招了 追金华城弊案的关键金流 据传在中秋过后就要再来约谈陈佩奇 要谈什么呢 检方现在侦办进入了整个金流的新深水区 尤其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已经被列为贪污被告 遭到二度约谈 8月29号遭到检方约谈的时候 当时认定是涉嫌行贿 裁地1200万交保 事隔两个多礼拜 今天检方再度约谈他要来厘清市政 不排除就是针对柯文哲 买的4300万的商办 要来约谈陈玉坤 这当中的金流是彼此对价吗 也要比对陈佩奇的说法 同时也要追出 到底微经编列的4.3亿公关费 谁有拿钱 下午2点15分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抱着一碟资料走进北检 这是他二度被约谈 总长今天手上这一碟 准备的是什么样的文件 是跟金流有关吗 戴着口罩伸手遮挡 面对问题没有正面回忆 在两名律师陪同下 以被告身份快步往二楼走 接受征序 背景在8月29号的时候 就约谈过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当时认定他涉嫌行贿 裁定以1200万交保 但是怎么会过了两个多礼拜 又再约谈他道案 主要原因就和金流有关 陈佩奇上特定媒体访问 讲到柯文哲花4300万买商办 外界推测检方这回 可能是要约谈陈玉坤 比对陈佩奇的说法 都是从柯文哲主席自己的 那个私有的那个账户里面弄出去的 那这个是全部的一个证明 我只是一个找仲介 然后签约的时候才看到 一对70到75岁的兄弟 他们联合持有了四十几年 那因为老的也想要分家卖掉 原屋主到底是谁 4300万的商办跟金华城案 有没有关系 前方在中秋节前夕二度约谈陈玉坤 要问个清楚 再加上沈庆金为了金华城案 编列4.3亿公关预算 陈玉坤身为金华城董事长 应该知道这钱怎么分配 有谁拿了这笔钱 陈玉坤会不会转污点证人 也是关键 前方追金流 侦办进度 进入深水区 要一一突破新房 追出不能说的秘密 锁地关键金流 中秋过后不排除将约谈 柯家大账房陈佩奇 本日新闻张中华彭新闻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 好 确实决定收押 关键都是为了以防串阵灭阵的可能性 陈佩奇很有可能在中秋过后 就被这个北俭约谈 主要是因为他跟媒体 真的讲了太多 有关于他的关键金流问题 其中一直被人家猛攻的 就是他频繁使用ATM这件事情 他要将619万 分别存入他三个儿女的账户 但这样的行为提出来再领进去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 都觉得很不聪明 在财经专家陈崇明看来 他说这听起来非常的吊诡 如果需要大笔转账的话 那么其实你在网路上 直接设定好约定账户 那是最方便的 尤其单日最多还可以转到200万 何必跑ATM呢 这当中一定有任何的问题 不过陈崇明也提醒 其实父母亲每年可以赠予 子女的钱也没有这么多 最多就只能是244万 所以这619万 柯家三个孩子还得均分 否则都有超额问题 儿子到30岁了 他就是想要帮他结婚 有在到处晃晃看房子是没错 有妈真好 有妈的孩子上个宝 陈沛琪多次在公开场合谈起儿子 笑得可开心了 一下想帮他看房 一下又自曝 曾将619万 分别存进儿女账户 但都已经21世纪了 还在用这么传统的方式 不断在ATM前插卡取卡吗 我只领了6万块就需要花这么多时间 使用ATM真的是没有这么方便 那么还不如直接到零柜使用汇款 光是6万块就要提领这么久 更不用说陈太太的金额 是我的100倍 若是直接到银行零柜 甚至没有担任日单笔上限 但陈沛琪说过 自己是名人对吧 这样我教你这招啦 财经专家陈崇明就曾分享 要使用ATM转账 那么可以设定约定账户 以陈沛琪手中有的 记忆间银行账户为例 第一银行北富银何库设定后 单日单笔最高都能转到200万 这样感不高 不过再这么疼小孩还是要注意 每年的合法赠予有额度上限 以柯文哲和太太陈沛琪为例 一人一年可以合法赠予子女244万 但这钱是均分的 像是他们有三个孩子 那么一人一年最多也只能拿到162.6万 就在那边拍照拍到一半就突然 就突然陷到 柯家夫妻党感情超级好 养儿育女甚至还提他们规划 人生前途 但在手法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啦 东森新闻 吴财前随欢台北报导 柯文哲涉必收押 那么他的中秋节将要在看守所度过 不过就在佳节前夕 那么检方今天下午再次约谈了 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要厘清金流的问题 目前已经讯问进入第二个小时了 联系给主播张兆和 好没有错 今天检方侦办柯文哲案 一整天下来就三大重点 第一个今天没有提讯任何在押被告 第二个今天约谈了之前的一名被告 是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第三个是北检查泄密 我们先从第三个来跟大家聊 北检查泄密的部分 它是针对了两家网路媒体 跟一家电视台来进行一个初步的问讯 问讯之后他们都已经是来离开了 这时候台北地检署发出了新闻稿 我们来看 它里面新闻稿写说 报导跟调查内容不符 它里面撇除了自己 包括了北检 包括了廉政署 有泄密的可能性 他认为是记者 看一些相关的这些资料 他认为是说 他自己的议测这样子写出来的 他说我们并没有泄密 好 第二个部分是 调查内容不符真的是这样吗 还记得当初有一篇报导 是在指称所谓的保险箱的新闻 好 这个保险箱的新闻 前一天搜索完 隔天新闻出来了 而隔天的下午 当天的下午 柯文哲太太陈佩琪 就出面来说明说 的确我在前一天的时候 有被他们抓去 这个银行去开所谓的保险箱 那这样真的是所谓的 跟调查内容不符吗 好 这观众朋友 可以自行来定夺 好 第二个部分跟大家提到的是 金华城董座 陈玉坤 陈玉坤之前是一个被告身份 我们先简单为大家简介一下 时间点是在8月29号 当应小微 当沈青青被收押的那一天 他是重宝 他是一千两百万元的重宝 来进行交宝 那这次为什么要隔两周之后 又来约谈他呢 你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他当时大概两点多的时候 进到台北地检所 而且还有律师的陪同 好 我们怎么问 他都是不发抑郁的 而现在整个征讯过程 已经进入到 第二个小时 大家会想问 怎么两周之后 又来约他 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四个重点 第一个是陈玉坤隔两周后再约谈 会不会是所谓的要查深水区的金流呢 不要忘了他当时8月29号为什么会中宝 就是因为他被抓出来说 他跟应小微可能有行贿 他只是一个行贿者 而他这个金流之外 你除了应小微之外 你没有去行贿其他人呢 你去行贿其他人 那他的方式是什么 他的金流是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是不是有很多的现在在押的被告 陆陆续续提讯出来之后 有咬出陈玉坤 他做了什么吗 所以想当然的一件事情 是检方现在针对了其他的 包括了在押的被告 好 包括一些证人 他的一些证词来反问陈玉坤 你是不是知情这些事情 好 这个你在行贿的这个金流上面 你到底知道了多少 好 第三点 跟审慶金是有关系的 审慶金从昨天到今天 我们是跟大家讲说 他已经申请了 所谓的拒保停压 那如果今天沈庆金 在这个地院真的裁定过后 因为人道考量 就放他出去了 那对未来的侦查一定会很大的影响 尤其是他是行贿者的主要的头头 如果今天都放他出去 那会不会有灭证串证之余 所以怕有这种情况来发生 检方今天赶快把他的 金华城的董事长 陈玉坤把他叫来 你一定会知道一些相关的金流吧 你一定会知道如何去行贿吧 这些情况之下 是不是尽管沈庆金 他打死不认 他没有咬出来 但是陈玉坤却把他知道的 都直接说出来呢 这是我们知道的第三点 第四点 跟大家这一周炒的 4300万的商办有关 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就咬定了 这4300万 柯文哲买的这个商办是后谢 这后谢 而且这个所谓的屋主 就是陈玉坤的儿子 虽然这些诸多的 这些指控都被民众党 拿这个合约出来打脸说 没有这是一个70岁一位兄弟 因为要分价的关系 所以才要卖 但是现在毕竟还是一个各方说法 所以检方今天来这个地方 势必也要去来约谈说 这4300万到底有没有 所谓的后谢的这个事情 另外我们最后跟大家提到的是 沈庆金 沈庆金想要来拼所谓的聚保停压 是已经从昨天就提出来到今天 消息已经传了非常久了 但答案出来了吗 目前看起来答案还要再稍晚 原因是因为在这个所谓的 相关沈庆金 在写这个所谓的聚保停压的书上面 他没有签名 甚至也没有暗盖一些指印上去 所以地院认为是说 你这样子不符合相关的规定 所以就先退回 要补齐之后 我们再来审理整个过程 但其实地院已经讲得非常明白 并不是我一个人决定的关系 我们还是要尊重检察官 会不会对你的调查进度会有影响 或者是针对于看守所 你是怎么样去衡量 你的医疗机构是去怎么样衡量 毕竟我刚刚提到的关键 沈庆金是这次金华城案 主角中的主角 他是一名行贿者 他相关的金流 行贿的金额 他全部都知道 所以如果放他出去 会不会有灭证串阵之余 这也是检方跟院方现在的考量之一 好 但不管如何 我们也会在台北地检署 为你掌握最新的情况 以上最新 主播 持续来关心金华城案 那么柯文哲被羁押第12天了 今天北检再次约谈的是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 最新消息联系给记者彭新美 新美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下届所在位置在台北地检署 持续来带您关心金华城案的最新情况 而在今天下午检方又有动作 约谈的人我们之前也有看过 就是金华城的董事长陈玉坤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最新画面 董事长 今天手上这一边准备的是什么样的文件啊 是跟进就有 好 可以看到陈玉坤是完全不发一语的 但是手上有抱着一叠资料 在律师陪同下是全部都快步走上了二楼来接受讯问 但是为什么这次会被约谈 主要就是和金华城案有关 而上回他被约谈也是和沈庆金同一天 最后是以1200万元交保 而就在同一天神性金就被积压境界 但是这一次会被约谈 刚刚就有说到是和金华城有关 另外就是和4300万的商办大楼有关 怎么说呢 主要就是因为柯文正在今年5月的时候 有被爆出来说用4300万买了立法院旁边的商办大楼 而外传很像屋主就是一是陈姓兄弟 再加上说大家都在猜测会不会就是陈玉坤 因此针对这个部分陈玉坤在今天下午一定肯定会来做出说明 而在之前其实在上周的时候 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也有针对4300万的金流来做出解释 他也是说他是强调这些钱都是相当清白的 但是今天为什么陈玉坤会二度被约谈 也都是见在检方要比对的关键 主要就是现在检方是怀疑柯文哲有这么多的弊案 主要他们的金流肯定都是有错综复杂的可能 因此他们是从金华城一路查回了木可 甚至到政治献金都有可能 再加上说全部的检方其实在侦办政治献金 以及说金华城的检方是同一组人马 因此他们都会来交换意见 甚至是如果就算当下很像不会出席 但是之后他们都会来讨论 因为都是同一组人 而除了现在陈玉坤我们要来关注之外 我们要来带您关心的就是微金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因为在上周我们就根据了解就知道说 他二度被提训都是坐着轮椅进来到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应训的 就在礼拜五的时候 他是身体出现了状况被紧急二度介护就医 但是就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律师就赶快申请了聚保停止鸡压 不过后续下一步就是要来等北院怎么样的裁定 可能是继续加或是交保现在都要看北院 不过最新消息是沈庆金他这个书状上面没有亲自签名 因此现在北院也会等到补证之后才来做出裁定 而根据了解现在最新状况是沈庆金的律师 在下午是立刻已经赶到台北看守所来律见 是不是就要来给他签名赶快做出补证呢 也是我们都会持续带您来关注 以上最新把新镜头先交还给彭内主播 这一份是2017年7月21 朱雅虎亲笔写信给蔡壁卢的 抬头就称蔡姐 这个里面有很多重点 你若要解决纷争 清楚合法保障双方权利 就一定要召开协调会 我要再一次提醒蔡壁卢 你不要转移焦点而且不要偷换概念 现在重点是你有没有亲手下手遇 要求局数首长跟微卿集团神董碰面 我再一次要问蔡壁卢 当你收到这份诚情信的时候 你有没有跟柯文哲报告 你在亲下手遇要求各位局长亲自到场的时候 有没有跟柯文哲报告 还是其实你是受柯文哲的指示 蔡壁卢小姐 到底有没有安排金华城跟局长级以上协调会 如同朱雅虎这份诚情信里面所说的 蔡壁卢发文自清 针对民进党议员洪建议 指控自己是金华城案的隐藏版人物 对蔡壁卢来说自然是吞不下去 一天到晚拿到剪到梦到 他哪里来的资料 然后就因为一个小小的资料 然后就大作文章 看在蔡壁卢眼里 现在的洪建议就是在大搞时空穿越传说剧 整起案情的时间点 和自己在北市府服务的时间点 完全都不拢 怎么扯都不该扯到自己身上 2019年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那这个金华城的陈景案 是2020年3月以后的事情 那以后的事情到2021年 农结率才变800次的 那我觉得他到底是为了称声量 还是说他有什么其他的目的 他是慌了也急了 关心的事情太多 忘记了这一件在他心目中 算是小小的案子 针对洪建议提出的问题 蔡壁卢也正面回击 尤其洪建议警咬蔡壁卢首市 前台北市兵役局长朱雅虎 甚至还收过他的陈情信 更要求北市府局处首长以上 都要和金华城人士碰面 对此蔡壁卢回应 朱雅虎是好市府时期的兵役局长 北市府公务人员几乎都认识他 再加上自己是 柯文哲市长办公室主任 每天负责协调局处 怎么可能不认识朱雅虎 昨天跟律师讨论完了 那时间点由律师决定 那我早上上班前 我有先发了一个脸书 就是我决定要提告这件事情 蔡壁卢 蔡小姐 你怕了吗 还是你慌了 赶快告我 我赶快有时间 把这些证据公主语给大家看 洪建议喊蔡壁卢赶快来告 这样就能把手上的证据 通通公布给外界知道 到时对蔡壁卢来说 想终结这场疑云 走进法庭 或许就是最好的办法 东森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他慌了 他真的慌了 那他也担心了 心虚了 为什么 因为他可能曾经做过 现在只是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做的 我讲的是哪一次 台北市医员洪建议大酸前民主党立委 蔡壁卢说不知情 是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 指控当时有地下台北市长 血滴子之称的蔡壁卢 绝对是金华城弊案中的隐藏版人物 我对我的证据这个提供的人 丢在路上让我捡到的人 说真的 这个来源非常非常的可信度高 我2019我就离开台北市政府了 那这个金华城是2020年3月以后的事 如果有什么证据 我觉得他就直接交给检方 蔡壁卢 但洪建议有信心证据确凿 更提出三个问题 认不认识前台北市殡仪局长朱雅虎 并与他碰过面 收到朱雅虎的陈情信之后 有没有要求台北市政府局处首长以上 要与金华城人事碰面 自己又有没有与金华城高层见过面 在加码爆料 手上握有蔡壁卢 亲自搅拌金华城案实 下手遇并亲自签名的文件 所谓的手遇就是用手写嘛 蔡壁卢难道你的签名你忘记了吗 你就知道有还是没有 被影射成藏劲人蔡壁如痛批就是隔空放话 跟爆气喊绝对提告 所以我决定提告 什么手稿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就等他拿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看 欢迎你赶快提告 越早提告 我资料越容易拿出来 我的自杀声明越早可以解决 检调证办金华城案 柯市府时期的核心官员 陆续被发现难以置身事外 是清白还是心虚 就等礼拜一三天期限一到 双方来见真章 东森新闻消息 张宇春台报道 好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卷入的金华城弊案持续延烧 现在目前最新进展呢 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益 他昨天就在脸 在节目上面爆料说 这个金华城案 似乎还有隐藏版人物吗 您看到呢 他就说了 他在节目上提到 他梦到一位叫做扣嗓的人 告诉他金华城还有个隐藏版人物 并且是跟他说呢 从案发至今 这个人物一直迟迟都没有上车 那么呢 他就问他他是谁 结果没想到对方说 是前民众党立委蔡壁如 好那现在洪建益他就指控 蔡壁如很有可能是有涉嫌 这个案件的嫌疑人吗 好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 您可以看到呢 洪建益他表示说 2014年在柯文哲 担任这个台北市市长的时候 蔡壁如其实就曾经担任 市长办公室主任 以及市府竞选办公室的成员 还有市府顾问 而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蔡壁如呢 就是柯文哲的心腹 一路跟着他从台大医院 一直到台北市市府 他也是负责掌管一些中央 以及地方上面的大小事务 并且会负责追踪一些 案子的相关进度 因此也被外界是有称为 是血滴子 以及地下市长的称号 但是现在洪建益他就质疑说啦 现在金华城的弊案 这么大的案子 为什么你蔡壁如看起来 似乎态度云淡风轻 好像没有你的事情呢 因此他就在节目上面 抛出了三大疑问 您可以看到呢 第一点就是说 他问蔡壁如你是否认识 这个涉案的前北市兵役局长 朱雅虎 并且是爆料说 他们两个人其实曾经有见过面 朱雅虎呢 也因为这个金华城弊案 是曾经有写信给蔡壁如请托过 不过这个是真的吗 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那么第二点 你可以看到他提问说 是否曾经因为金华城案 亲自下手遇呢 也就是说他问蔡壁如 你有因为金华城的案件 要求一些官员和金华城 相关的人士去见面 并且指定官员吗 还有你可以看到 他说你是否亲自和金华城的 高层见过面 如果说有见过面的话 你们谈了什么内容 你愿意公开说明吗 好 现在洪建益呢 提出了这三大疑问 他也在节目的最后 告诉蔡壁如说 他只给他几天的时间 如果说下个礼拜之前 还不出面 当面说清楚的话 他就要提出相关的 一些手上的证据 好 那现在他手上 真的有证据吗 也是外界相当的好奇的 不过呢 这些都是洪建益 单方面的说辞 对此这个蔡壁如 是怎么说的呢 你可以看到蔡壁如 他说金华城案 引起了大众的热议 他认为说如今 人人都是编剧导演 他说无论是指控他 认识威京集团的 沈庆金或是去管都委会 他认为都要有具体的事实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 都还没有具体的事实 因此他对于这些 无谓的指控 他不知道要如何去做回应 他也强调说 他在北市府任职期间 都没有在管金华城的 这些事情 离开北市府后 也曾都没有在管这些事 因此是极力的否认 以及撇清 自己是有涉入 这个金华城的弊案 好 因此你可以看到 随着一天天过去 金华城的弊案 风暴越演越烈 现在就连 柯文哲的心腹 蔡壁如也被点名 而现在目前检方 就是要巩固柯文哲 涉及这个图利罪的证据 以及相关金流 这会成为新的线索吗 只能交给检方 这边来追查 好 那么以上我们这节的推播话题 持续带来关系 现在金华城弊案的最新记展 就是增加了一名被告 前台北市都发局长黄锦帽 那么大家最好奇的就是 黄锦帽到底跟柯文哲 跟弊案有什么关联性呢 我们把时间轴拉回到四年前来讲 当时柯文哲跟易小为 他们是在便当会的时候 交办金华城案 要赶快来处理 四个月后呢 金华城的微经集团 就是把这个荣基奖励的方案 设计出来了给黄锦帽 黄锦帽这个部分呢 他是盖章同意了 再把这个方案送到都委会审议 那么现在检方就是要来厘清啦 你这个方案是 到底是为了台北市民的公共利益 来着想同意的 还是说你为了微经集团 开绿灯开后门 让微经集团获利了200多亿 涉嫌图利罪 好 黄锦帽昨天呢 事实上是先被一证人的身份约谈到连证数 之后呢 在训问的七个小时之内 他直接当庭转成了被告 因为检察官认为 他确实有图利的嫌疑 而黄锦帽在凌晨两点多的时候呢 是被预知以500万元交保后传 他还向检察官哭穷 说他只是一个公务员 根本没有这么多钱 但是检察官不把交保金降下来 而黄锦帽呢 却在深夜没有银行开的情况下 两点到五点这段三个四个小时内的期间呢 就凑出了500万元的交保金 所以他在稍早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台北地检署 好 你看到呢 全案精华神病案的犯罪网络 似乎逐线来成行了 不过现在呢 微经集团的主席陈庆金 他现在要打出了健康牌 因为他被羁押十天内呢 却二度介护就医 那以沈庆金 他的身体状况来讲呢 他今年已经77岁了 他在看索索里面是没有冷气的 他二度有上度下泄的情况 而且他还有慢性病 因此沈庆金的律师呢 现在是已经申请 向法官的申请停止积压 不过这个部分呢 陈森法官会再来看 卷证之后再来决定 沈庆金本人不一定要来到台北地检署 也可能用书面审理的方式 好 全案精华成案呢 检察官不排除在周末继续约谈 其他的相关证人还有被告 如果最近消息在持续台北地检署内 为您掌握 主播 好 主播带来关心 事实上呢 黄锦帽他当时时任是都发局长 现在是被指出 他在当主都发局长的时候呢 是为了金华城龙金奖率850%开了大门 那么黄锦帽昨天被带到连政署赴讯的 征讯的时候呢 他当时是被告的身份 但是在整个训问的过程呢 检察官还有连政官发现 他有涉嫌图例的部分 所以是当庭转成 从证人变成被告 那么事实上呢 他在昨天是被检察官 是以500万元预支交保 他当庭还向检察官哭穷 表示自己没钱 但是检察官坚持不降保 所以黄锦帽他在三个小时之内 就凑出了500万元的交保金 他在今天凌晨5点多的时候 已经离开了地监树 那么现在全案最关键的角色 是因为整个金华城的被告再加一 黄锦帽呢 疑似就是帮金华城打开了 这个龙基奖率的大门 所以呢他才会变成被告 那同时呢 昨天还有最新的发展 就是威京集团的主席沈庆金 他在九天被羁押的期间呢 二度借户就医 那沈庆金的律师表示呢 沈庆金他一直在看守所里面上吐下线的 因为里面没有冷气 加上沈庆金他已经高龄77岁了 律师是希望法官可以给予沈庆金交保 这个部分呢 台北地方法院之后 会再来做出最新的裁定 究竟要让沈庆金交保 还是继续待在这个看守所里面 那么事实上呢 全案发展至今 我们可以看到呢 检方他们现在要做的动作 就是要厘清到底柯文哲的部分 他是有徒利还是有收回 因此呢 以这个现在被借题的时间点来看呢 包含了柯文哲 彭震生 应小为 还有沈庆金 他们都有第二度被借题来到台北地方 台北地检署接受复训 那么呢 如果以整个借题顺序来看呢 如果是借题柯文哲跟彭震生 他们当然就是要厘清徒利的部分 但是现在全案最关键的就是 沈庆金当时有给应小为四千多万 其中呢 他们金流部分有一千万是不明朗的 所以现在呢 检方他们要继续追消失的一千万 包含了 这就影响到柯文哲 他可能是徒利或是收回罪行的不同 而同时呢 全案还有另外一名在押被告 就是台北市应小为的助理吴顺明 事实上呢 吴顺明他从之前被羁押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被借题 甚至呢 检察官也都还没有到看守所去付训吴顺明 所以吴顺明的部分呢 他有没有可能成为全案检方的突破口 他有没有可能直接交代说 到底应小为收费了审刑金四千多万 这个部分剩下的金流是给谁的呢 接下来就是台北地检署要继续观察的重点 以上是现今 以上是想最新再把镜头交还给彭内 衬衬蓝色衬衫戴着口罩走出台北地检署 台北市前毒罚局长黄锦帽 9月13号以金华城证人身份被传唤到案 但是检察官认为黄锦帽有徒利犯罪嫌疑 当庭转为被告 负认后认为涉嫌重大9月14凌晨黄锦帽以500万元交保 在金华城案扮演关键角色 黄锦帽曾在议会专案小组当中说自己只是听命行事 但关键或许跟自己当年的行为有很大的关系 在应小为交开协调会之后 109年7月10号 黄锦帽就将金华城自创的方案4韩颂督委会 细细来看这方案4就在一周前7月3号提出 这个方案跟过去不一样 是一都市计划法第24条出现了20%的容积奖励 于20%乘上1.5倍 有了30%的容积移转 也是首次出现容积提升方案的内容 等于是840%容积率的起始点 而黄锦帽送出的时间 就在当时市府与金华城新政诉讼结果出炉的前6天 实际点耐人寻味 赶时间赶在诉讼结果出来前 把这个案子送进都委会做演绎 谁批的也是黄锦帽批的 所以黄锦帽到底是谁要你这么做 谁在背后伸出那只看不见的手 黄锦帽的听命行事就要好好交代听谁的命 再来其实过去黄锦帽也承认过 这方案4是都发局跟金华城一起想出来的 而当时有关方案4的最高层级 一切都只停在黄锦帽作证的独发局 谦合成绩只有到局长的成绩 也就是表示说这方案是 就是局长跟金华城所引议出来的 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所以检调才将黄锦帽列为被告 黄锦帽的关键或许就在于 替金华城容积率840%打开了大门 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 全盘托出谁在背后下指导期 中生新闻丁一碗台北报导